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來跟大家介紹 關於第十週咕咕雞的大獎做起子役 究竟有沒有必要抽 最近這幾天都蠻多人在討論關於子役的強度 這部影片我們就來簡單的分析一下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有需要帶廚的朋友 也可以使用畫面上的師承手遊帶廚 並且報上微笑我的名字 還可以享有最優惠的價格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好的 首先我們來看到關於子役的效果 首先是擁有 增加痊癒生命10% 是還挺常見的屬性 並不會比什麼爆傷 或者是說痊癒攻擊來的稀有 不過也是不無小補 每個職業都有一定的幫助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做起技能 戰鬥開始時就會馬上施放了 造成5000點的傷害 那這個並不是很重要 重點在於後面這段 擊飛範圍內的目標0.5秒 包括之後會推出的貝肯熊 他的擊飛也是0.5秒 由此可知 我們主角本身造成的擊飛也是0.5秒 那擊暈我記得沒錯的話 是有一秒的時間 這也就是擊飛以及擊暈的差別 這個開場就擊飛的效果 我可以說是相當的誇張 可以給大家示範一下 他在開場的一瞬間 就會直接讓對方擊飛 導致我的技能都還丟不出來 要我落地0.5秒之後 才可以造成傷害 所以說在我們法師 技能傷害 以及痊癒攻擊很高的情況下 在0.5秒就可以瞬間秒到對方 是對於我們法師來說 最為適合的做起 但是0.5秒是相當短的 如果你們本身玩法師 技能爆傷以及技能傷害 還有我們痊癒的攻擊不夠高 在0.5秒 沒辦法一波帶走對面 這時反而有機會產生劣勢的情況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由於對方會晚0.5秒開出技能 假設對方今天有帶上分身以及鐮刀 那他剛好骰到分身 就直接變為雙分身 再加本體 那我們在前0.5秒 把所有的技能都丟光了 這時呢 就會讓戰局變得稍微有點小劣勢 不過對法師來說也倒還好 畢竟我們蝙蝠持續的時間也是高達5秒 只要蝙蝠你的傷害更高 也是可以讓敵方分身造出來的當下 直接秒殺的 那當然 這就是看雙方的機體了 說到鐮刀 我們也就不得不提一下 假設是法師的玩家 想要抽這隻蝴蝶 最好也要搭配鐮刀一起使用 原因就是在於 一開始0.5秒 我們就直接丟6個技能到對方臉上 配合鐮刀直接丟出7個 那這時對方沒有開出閃電 可以再額外打出更高額的傷害 不論是血月啊 又或者是說蝙蝠 或者是說其他技能 都對我們法師丟出來 會有更多的優勢 那大家今天想要再更誇張 噁心一點 就可以搭配我們的 五勝錘外觀 他是會偷跑的嘛 相信許多老玩家都知道 這個偷跑對於法師來說 效益並不會有 弩手這麼大 畢竟我們的普攻啊 不會觸發連擊 普攻的傷害也低 不過也是不無小補 多打一點傷害 有可能就是這0.5秒 勝負的關鍵 因此最適合抽蝴蝶的 就是本身已經有鐮刀的玩家 再加上是中課以上 又或者是說 你們本身就沒有任何的做棋 假設原先就已經有一些輕牛啊 又或者是說 你們在衝綁活動 已經換到雲了 也可以直接用雲就好 雲他還是比較通用的 整體的穩定性更高 他並不會這麼吃0.5秒 畢竟我們帶上蝴蝶 就是要0.5秒 瞬間把對方給做掉 如果做不掉的話 反而優勢就不會有這麼明顯 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說 0.5秒的爆發 對於法師來說 可以達到輸出的最大化 不過如果對方剛好是玩這種戰士 尤其是劍手 本身這個減傷非常的高 可能打劍手反而就沒有這麼明顯的效用 0.5秒可能連半血都扣不了 所以說 如果你們本身私服器 有太多人在玩戰士 可能就不建議法師帶上這個蝴蝶 使用雲還是更好的 對了 還有今天已經4月4號 就靠過年了嘛 我們目前都不知道過年的新春活動 究竟會推出什麼樣的神器 還有什麼樣的座騎 如果是全新的又很優勢 那如果我們本身預算就比較不夠的玩家 把所有的這個儲值而渡 都all in在這隻蝴蝶了 會導致之後的新春 沒辦法再花錢 這時可能就會後悔莫及啦 大家要做一下慎重的考慮 而且根據許多玩家說 有不少玩家詢問客服 客服是說會在過年會推出招財貓 維修不曉得這個消息的真實性 不過依照遊戲的邏輯 過年肯定要來學一筆 賺個年終獎金 我覺得出招財貓的概率還是很大的 如果還沒課金的人 還是建議等到過年 再來考慮儲值我們的新賺 本次的這隻蝴蝶就稍微放棄吧 這邊也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另外兩個職業 適不適合帶我們的蝴蝶 首先是弩手 在0.5秒之內 其實也可以造成不少的傷害 不過對比法師肯定是比法師低了 而且一開始微笑也跟大家說過了 由於我們帶上了這個蝴蝶 會導致對方的分身玩放 那這時我們弩手又更難處理分身 畢竟弩手是不會帶上蝙蝠的 如果對方骰到了雙分身 我們就必須靠著我們的普攻以及連擊 解決掉這兩個分身 才能傷害到對方的本體 畢竟我們的技能都已經放完了嘛 對比法師 弩手搭配蝴蝶就沒有這麼適合 還是使用青牛整體的容錯率 會來的更高 至於戰士就沒什麼好說的 完全不適合我們的蝴蝶 相信各位有看過我 新手保姆級的輔戰攻略都知道 極飛以及極暈 對於戰士來說 就是一個自損的技能 畢竟把對方變得不能普攻 就導致我們也不能反擊 這時就會大大減少我們的傷害 再加上前面的0.5秒 我們施放閃電 只要對方攻擊 一樣可以觸發反擊 我們可以在閃電當中 舒舒服服的 對敵方造成傷害 所以說這個蝴蝶對於戰士的玩家來說 是完全沒有必要考慮的 說個題外話 微笑我目前就差一個覺醒水晶 就可以覺醒啦 那我目前跨福競技場的積分 也來到了1800還是1900左右 稍微看一下 沒錯1850 等到今天的結帥 就可以順利拿下最後一個覺醒水晶 也就是明天嘛 就是12點過後 那這時就可以來給大家實際測試 關於我們的輔戰士 最終轉為戰神 拿到這個對於我們戰士來說 十分微妙的屬性 在5秒內 只要觸發反擊 可以擊飛目標 究竟是有害還是有利 最終的利弊會是如何 之後再來拍影片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麼今天的 冒險大作戰 第10週的 咕咕雞做旗 蝴蝶介紹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 就會回覆 也可以使用置頂留言的連結 來加入微笑的專屬討論群 跟裡面的玩家一同交流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